兄弟们 全往第一台9950X的ROG创始神全家统 看一下这个小走线 舒服不舒服 机器帅不帅 这台电脑的是我的粉丝刘涵刘先生的一台 ROG创始神全家统 当时9000系的锐龙还没有出的时候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去聊天 说我要定一台 第一台的9950他的主机 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 我说AMD的新品呢 他发售之后有可能会被被刺 总是发售的价格高吗 这哥们说了一句话 让我到现在都比较的生气 他说我有钱不怕被刺随便刺 你搁哪儿挣的钱 你搁哪儿挣的钱买的4090 你搁哪儿挣的钱买的9950X 你能不能带带弟弟 我实在是不想卖电脑了 人卖电脑挣不了几个B钱 好不好带带弟弟 OK不开玩笑了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台机器 ROG的全家统 配置方面的也没有什么好给大家介绍的 701的机箱 这是创始神的机箱 加上刘白定制的包包模组线 以及创始神的刘白定制背板 走出来的线一缕鱼里的非常好看 龙身三代的散热器 至于能不能压得住这块处理器 还有这块处理器 在游戏方面了 生产力方面了 它会有什么样的性能 我们专门有一个 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会有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 去专门拿这台机器去做测试 到时候这个测试结果出来之后 对这台机器感兴趣的 我给你们建一个传送门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台机器最终测试出来的数据 联力积木三代的风扇 996 PRO的固态 内存的机主 原来选择的是 芝奇的皇家级96G的套条 48乘2嘛 AMD不支持皇家级 没有办法 又从皇家级换成了换风级 但是那套皇家级已经拆封了 又亏了一套内存的钱 显卡的是4090的猛琴 4090猛琴 现在的价格比较的腰啊 某东上的某锡小店 作为某东的二手的交易平台 但是他老是挂一个全新的 我不知道他的腰在哪里 有没有人去拍一下试一下 看看他的这个套路到底在哪里 反正他挂的价格比较低 按照他的价格 实际上你拍下来之后 转手就可以挣钱了 但是他这个店里边的 有没有什么套路 到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了解到的 这块处理器的价格 就不给大家打了 现阶段的话是5999 你可以在毛宝上买到 实际上货非常的少 溢价值相当的严重 那当然我们刘先生呢 他其实拿到这块处理器 因为他是提前订的嘛 我给大家说教一句良心话 AMD只给我批了两块圆盒的处理器 而这两块圆盒的处理器 价格也不低 但是肯定是低于他这个发售价的 就官方价的 他只给我批了两块 那这块处理器 如果不是说当时刘先生 就直接定下来的话 我到手这两块处理器 溢价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转手一卖 一块处理器 挣他个一千多文 两块处理器 两三千文 也非常的舒服 但是呢 刘先生既然信任我们 在没有发售的时候 都已经交过丁金了 去交定这台机器了 我还是按照AMD给我们的这个盒装价格 去给他核算我们的服务费 另外一块呢 就挣了一千多文 随手就卖通行了 谁愿意抢谁抢 如果大家 屏幕前的大家想要去装这个9950X了 按照你需要下单时当时的行情价 水涨船高吗 还是按照行情价 按照成本价去给大家去合算 其他地方呢 也没有什么可说了 最主要的是 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个片子剪出来 要不然呢 他就过时了 我们一定要做第一台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刘白电脑 今天呢 好几个粉丝需要上电视 但是呢 最近时间确实是有一点紧 先看一下这一台 这是新出的戴药库的机箱 是一个无力柱的版本 是我们的赵天虹赵先生的一台 海景房机箱 配置呢 给大家打出来 因为这台机器呢 原计划是我给他装机拍一个视频的 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我想跟这两台无力柱的戴药库 统一上下电视 所以就让装机员装了一台 我自己装了一台 那一台机器是有完整的保姆级的装机插线和走线的视频 看一下它的配置啊 显卡一直没有给它拿出来 当时去上电视的时候 跟客户也商量了 就是不要把显卡给露出来 反正这是一个无力柱 加满风扇 行家的北极圈 有无力柱的版本 我觉得它华硕坐得有点疗糙了 无力柱就简单到 我直接把力柱砍掉就行了 至于这个长度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要不我坐上去试一下 你不要过来 你不行 然后下边呢 还有这一台 这台在调试的 是我们赵先生的一台无力柱 接着呢 我把它的配置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保姆机装机视频里边有它的配置 接下来看一个 看一个比较搞笑一点的 这台机器 这边是我们的调试公布 宣布这所有的机器在这调试 这是我们王先生的一台太阳神 比较难以理解的 或者说很多性价比警察 接受不了的 太阳神在机箱里边 装了一块七彩虹的主板 Z790 Gaming Bro V20 说实话 我第一次见这块主板啊 可能七彩虹到死 它都没有想过 它能装到太阳神的机箱里边 而且是一个满配的太阳神 这上面的翻包皮是夹完的 灯板呢 RGB风扇呢 全部都有 下边的灯板没有装 是因为机主回家 要自己装两块硬盘 太阳神这个机箱 如果你不拆这个电源仓的话 硬盘是装不进去的 这是我们王先生的一台太阳神 我也把所有的配置给大家打出来 还有一台比较搞笑的 这台是一台包浩斯 包浩斯常规机箱 颜值也是比较哇塞啊 用了刘白定制的包浩盟主线 这个包浩斯今天就不展示了 等等在这调试 我看一下这个机箱 这个小ITX的机箱啊 可是把我们的装机员给难用坏了 不过这个机箱 你敢相信这个机箱 是一个千元价位对的机箱 成本价的是850万钱 我先把它的配置给大家打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机箱是非常的高级啊 整体的质感呢 漆面呢 都是很不错 我也是第一次装这台机箱 因为它装起来比较复杂 如果你们装ITX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机箱 带了一个这叫作战物 还是什么东西 它是连到机箱上的 对 它是机箱建工的 哦 高级啊 1000块钱的机箱 总得给你弄一点小玩意儿 让你觉得这1000块钱花的值吗 送个桌布 有人要桌布没有 我有很多 英特尔的 MD的 微星的 华社的都有 有人要桌布没有 我把这个配置打出来 大家可以参观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台是 是我们梁俊森梁先生的 他这台机器 时间周期比较久了 因为他是先找我订了一个 EVA690的主板 当时他订这块主板的时候 我跟他说 现在这个主板 没有什么性价比了 作为黑肉的主板 690的 还是要卖5000块 但是你不管他贵不贵 反正是千金乃买梁先生愿意 他非常喜欢这块主板 同时订购了 龙神二代 EVA联名版 然后雷神 1000瓦 EVA联名版 还有一个 EVA联名版的机箱 总之订了一套 但是我在问他 要不要3090的 EVA的时候 他说肯定不要 我们要4090的梦 其实3090的 EVA现在还有货 价格应该是在 六七千左右 性能的 肯定是要比 40系的4070T 要稍微强一点 也值得考虑 看一下你到底是 喜欢这个 4070T还是3090 因为他现在已经的 拉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唯一能够找到的 3090的显卡 可能就是EVA联名版的 3090的价格现在也算合适 在冷排上加了一个副屏 风扇呢 全部采用的是 连力金木三代的风扇 固态上的三块 三块两T的 可以装很多的 学习资料 我们把它的配置 给大家打出来 大家看一下 往这边的话 这台机器呢 是我李大助理先生的一台 4070T的星耀 也是一个502的弹药库 但是502弹药库 白色的 现在还没有出 无力柱的版本 需要等一段时间 这个是有力柱的 觉得无所谓的话 就可以用一下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杨先生 我们杨先生 这应该是他的第五台电脑 杨淑宁杨先生 他一共订购了 这次是直接订购了四台电脑 四台电脑 全部下边配置都是一样的 13700K 加上4060T的显卡 他用的是 用途是什么 用到他们的公司 就是他们公司采购的电脑 他第一次采购的是 那有时候3060T G6X还有的 采购的是3060T G6X 这次采购的 全部都是4060T 杨先生 你们公司是干什么的 我隐约感觉 你们公司应该非常有实力 能不能让我去你们公司上班 哦这个台机器 这台机器是我们高海涛 高先生的一台 包括CBO白色无力柱的版本 那这台机器 等它装好的时候 再给大家上电视 也是一个顶配的海景盘 其他的应该还有一个 创世神白色的机箱 还没有备出来 应该是缺货 哪一个配件缺货 没有备出来 往这的话 这些小机器就不介绍了吧 反正是 刚才给大家打出来的所有配置 留白在前边 给大家保证 所有配置是全新原封正品行货 我能以保证我们的货源 比官方店 就像京东天茂这些官方店 比他们的货源还要纯正 同时我们提供一整套服务之后 比你们自己一件一件单买 还要便宜 整个装机 调试到打包 一系列的流程都在按部就班 可能有一部分粉丝 需要上电视的整机呢 没有及时的给大家安排上 但是所有的电脑 都在进度之内 没有上电视的 也不用担心 来日方长 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好了先说这么多 有需要代买整机的 去我评论区 置顶评论 一键跳的脑 我们淘宝店铺咨询客户就行 拜拜